最近一个俄罗斯游戏主播 路隆奈克手套的视频火了 很多人好奇一个老外 为什么会如此笃定地站边中国 毛子最早是茄子的一个小粉丝 因为曾是职业选手实力超群 昨夜在茄子的直播里 拎着刀满地图追杀他 被水友们亲切地称为 俄罗斯猎切人 后来在一次线下赛 两人见面拼酒 茄子不经意问了他一句 要不要来中国直播 结果没想到就这么一句话 毛子直接就从俄罗斯 飞到了广东茂名 刚来中国的毛子 还不太适应和中国水友的交流 然而在茄子的耳濡目染下 他以异于常人的天赋 很快就学会了优美的中国话 每当被鸡叉时 毛子就会自然而然地说出一句 你妈妈感觉 而茄子也总是立马 极度温柔地制止他 毛子你他 学啥 学这个骂张话 真的是觉得有一套 这种场面 后来几乎成为了两人直播的日常 被秒时两句几乎一模一样的 你妈妈感觉 成为经典画面 欢乐十足 毛子也因此越来越火 但没想到 这场游戏里的嘲讽事件 却不仅惹怒了茄子 就连没生过气的毛子 也彻底爆发 那是一场高分路人局 两人被对方一次开透式的 韩国玩家 打到5比13的巨大连事 而对方看到茄子的头像后 更是直接嘲讽到 把你的天鹿头像卸下来吧 看不懂英语的茄子 让毛子翻译一下 但毛子知道天鹿对于茄子来说 意味着尊严与荣耀 他顿了一下并没有翻译 兄弟受辱 毛子怒了 他决心要拼尽全力 帮兄弟翻盘 而知道了真相的茄子 也开始认真起来 我们来了 干大X 没关系 没有问题 调整好状态 茄子仿佛重回职业赛场 手中的狙击枪弹无虚发 而像草率的毛子 也开始稳住地和队友配合 要道具 不再一个人干拉 AK在毛子的手中 化作无情的杀戮机器 让他数字在关键局地软旁拉 7比15 11比15 13比15 一直打到15比15平 编了很久的毛子 直接打字乱和对面 你delete你 出口成桑的茄宇 此刻竟有了正向的力量 到了最后一局加时 毛子更是激动地指挥大喊 队友直接两刀手认了 那个嘲讽的玩家 一刀为茄子 一刀为添露 历经16局的苦战后 茄子拿下30击杀 MVP的毛子更是达到了 每局平均伤害92.18 最终比分定格在19比15 兄弟两人完成绝地翻盘 当毛子无奈退役 茄子帮他走出低谷 当茄子遭受羞辱 毛子拥尽全力帮他翻盘 这就是游戏圈最好的兄弟情吧 我是老条 带你看遍天下事